大家好,我是艾斯特 今天分享一道鲜香下饭的家常菜 准备一块嫩豆腐或者内置豆腐 切成1.5厘米左右的小方块 水里加盐 将切好的豆腐放入水中浸泡一会儿 这样能使豆腐不易碎 葱白葱叶分开 葱白切碎 葱叶切成葱花 姜、蒜、拍扁 切成末 锅里放油 肉末下锅 快速将肉末炒散 耐心地把肉末炒香 炒干水分 加入葱姜蒜爆香 爆香后从锅边淋入一勺料酒 两勺生抽酱油 快速搅匀 激发出酱香味 加入一碗清水煮开 加半勺老抽调色 搅拌均匀 加入沥干水的豆腐 轻轻地用铲子从锅边往里推动豆腐 使豆腐入味均匀 千万不要随意分动豆腐 否则豆腐易碎 味道如果不够的话 补一勺盐 再加少许糖提鲜 推动豆腐 使味道均匀 小火煮至豆腐入味 倒入淀粉水 多一层薄薄的芡 将汤汁收至浓稠 最后撒上葱花 即可起锅 肉末豆腐完成 肉末豆腐这样做 鲜嫩可口又入味 用来拌饭 简直一绝 而且特别适合老人小孩吃